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實政員卓 去見財政司司長講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一些點的看法 很簡單講一句 因為他說把球交給他 我們每人買了一個足球 我們有11點每人寫了一個 我們的團隊精神跟他逐個解釋 今年的主題很簡單 就是說 醞釀香港這麼多年 主要是兩個大問題 一個是地從何來 一個是人從何來 錢從何來一向都不只是我們的大問題 因為我們有萬多億儲備 大家都知道,每年都有盈餘 地從何來呢 林鄭特首終於走出第一步了 土地公敬小組說了些事情 現在填海一千也好 一千也好 一千也好 二千多也好 似乎 其實社會上都有共識 我們要開始找地了 接下來就是人從何來呢 我們香港現在這樣搞下去怎麼辦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裡就是清協 18年一個報告 它提出提升香港的生育率 另外這裡我拿著 歐盟今年10月21日的預警 就說呢 不夠將來整個歐盟 每兩個打工仔要養一個退休的人 好了,我們香港現在面臨什麼問題呢 就是到2036年 我們正正就是歐盟今天這個問題了 就是我們將會所謂的長者的撫養率 由今天的二百多 即是一千個打工仔去撫養二百三十幾個長者 老人家 即是退休的 去到2030年就去到五百多 即是二對一 即是跟歐盟一樣 這是非常非常關注的 那盧福局局長也曾經說過 雖然 鼓勵生育未必一定是 政府一定要做的事 但是不是應該減低 這個生育的障礙呢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最大的主打 就是要求它大幅提升 我們這個兒童的子女的免稅額 那大家如果有看回 以前就是七萬多 接著就去到十萬 接著十二萬 就是很慢的 我們就要求它大幅增加到二十萬 那二十萬的意思是什麼呢 二十萬就是意思 如果你平均交十幾個百分比稅 由十二萬到二十萬多 百萬 一年省一萬多元 一個月多一千元 那一千元是否一個誘因 令到一個不想生的人生呢 絕對不是 但肯定是一個很大的舉措 令到年輕的父母覺得 即是年輕的即是結了婚那些 覺得政府是想減低他們對於生育的一個障礙來的 那跟財政司長講了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香港未來長遠 我們一定要面對的 要不然我們就變成日本 遲些就變成歐盟 變成德國 我們香港這樣搞下去怎麼辦 我們香港人自己不生 那我們一國兩制 那兩制怎樣維持下去呢 這件事就跟他說得很清晰 從而幼兒照顧服務都是類似的 幼兒照顧服務就是 現在有些雙職家庭 他生了小朋友 一個兩個也好 他放在幼稚園和小學 但放了學後沒有人接他 他很多時候七八點才回家 加強社區保姆 林鄭特首在施政部局 終於肯回應 提高所謂奬勵金 即是時薪 以及大幅度提升他們的質素 我們亦都要求 才爺在這方面 放資源下去給勞福局 我就跟勞福局局長說了 希望社區保姆將來變成專業化 譬如資歷架構二呀或者三呀 好像是家務助理那樣 NGO就是招募這些人 讀的課程就政府出錢 讀完之後 任何人需要請這些人 就透過NGO 有質素保證 就可以找到一個 住在附近的社區保姆 希望政府出錢 給一些合資格的人士 完全可以找到一個 在同區或遠屋村裏面的社區保姆 接著小朋友放學 回到家裡 然後家長上班的時候 只不過走到他旁邊的房子 接著他回來的 其實這件事政府在想著 但是肯不肯出到這個力度 因為錢是不少 我已經兩年煩著思想了 今次我又再舊時重提 所以我們很堅持 另外想跟大家說一聲 就是現在東沖大力發展 但是東沖的人 如果出來市區上班 長遠的公路和東沖線都附和不到 應該盡量去機場 三跑那邊上班 將來有什麼航天城 但是現在的交通就非常之輪盡 所以就利用一條機鐵的閒置線 因為機鐵其實最密 都是去到八分鐘一班 中間有很多位 講的鐵也都有跟他們經過 其實幾十億可以搞定 可以買到車 在東沖東行走這個機場 來來回回 可以三四分鐘一班 打工仔就很受樂 當然最大的問題 就是誰出三四十億 去買這些列車和抗建的月台做這件事 今天跟司長說 他都有問過一下 這件事 港鐵的反應是怎樣 我亦都有跟他們分享 另外就講一下 我們明早八點半 就去看中環繞道路 三百多億落城了 終於 落城就知道 我們是否只有三條隧道過海 是否應該是時間研究第四條過海隧道呢 如果不是我中環繞道搞來做什麼呢 有三隧分流 搞定之後 其實將來方便很多巴士也好 私家車也好 我們覺得是時候 應該要去思考第四條最多了 司長也有問 那你心目中想在哪裏 我們就說 喂 這個是你去研究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整體來說 你既然有打通了東和西面的 在港島區 一定南北要加多一條大動脈 這個就是我們有跟他說的 CCTV執法 就是現在全香港 十字路口有王格 都有千幾個 現在沒有王館的 根本又沒有警察 跟著那些維麗拍車 跟著明明雙王線上落 其實香港很煩很煩 所以 基本上 如果大幅度裝這些閉路電視 說明是有這些閉路電視 私人專員說沒有問題 一定會減少這些 我們最近那些垃圾黑點 一裝閉路電視 就沒有人放垃圾 為什麼呢 他不是怕收到告票 他根本看到就怕 所以原來這些東西 你說道具也好 真也好 假也好 裝了就比不裝 這件事當然涉及很多錢 運輸局就要拿錢去裝這些東西 保安局就不介意去執法 現在就要跟才爺談這件事了 智能泊車系統 也是我們實政員作很想推動 香港停車場買少見少 但是剩下一些地 尤其是臨時地 你不會建一個多層停車場 政府一定不會搞 這麼貴的地方 只是用地面去拍幾輛車 香港很離譜 怎麼可能是這樣呢 現在其實日本 城市已經有很多 所謂叫做 兩三層四層的機械式 這輛車駕到去 按一個按鈕 它轉上面一個空格下來 你駕駛進去 你就可以走 現在荃灣有第一個試點 運輸局長肯去試 但是跟著他就說 如果全香港要再做十個八個二十個的話 要錢啊 那你見財爺啊 說一聲啊 我們今天又跟他說 他也有問起這件事 問我們荃灣的試點 會在哪裡 最後我也想提提 活化工廈 我們袁卓是絕對支持活化工廈的 但是最近呢 開會也有問起 其實那些工廈單棟樓的人呢 他肯扔錢去裝修 但是因為那個租金 是NGO限制住呢 他其實回報率很低 所以內部裝修呢 他們沒有錢出 那現在如果政府肯出錢 給這些業主 裝修內部的話 就叫他整棟樓讓出來 改裝了之後呢 由NGO決定租金呢 很多業主都說有得想 要不然呢 他根本就不會出這些內部裝修 還有五年之後就完了 都不知道什麼貨息 那這件事呢 我覺得又是屬於財爺有關 所以今天有很多事情 不是政策的問題 是政策局很多都覺得 有得想 但是錢從何來 所以我們就很務實 跟財爺爺爭取 但是最簡單的說句 我個人 即是田北辰 代表實政 真是很關注 我們人口政策 德國廣字 說到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沒有的 那你沒有的情況之下 喂 你減少一下 本地那些年輕的夫婦 減少他們一些 對於生育的一些障礙 那樣東西我覺得 至少財爺可以做吧 因為是稅收的問題 不是叫他建學校 建社區設施 很多這些事情 這件事我覺得 我們未來一定要做到 這是香港其實 將來一定要面對的問題 要不然怎麼辦呢 我們兩制之下 我們香港人 買少見少 我覺得不太好 主要就是這樣 今天收到一個動議 就是政府說 有個動議想立法會去辯論 去投票去決定 三稅分流 其實這個故事很簡單 他們如果2020年初 不落實去補貼西稅 去做這件事呢 那他們就等到西稅完了 才再做 所以時間呢 其實只有一年 那一年的時間 如果立法會是支持 他們去做法案委員會去做 他們覺得夠時間 但是呢 似乎現在呢 政府都未必 覺得數得夠票 所以呢 現在呢 一月二十幾號 就來 整個動議 試試水溫 那如果動議都過不了 政府就不做了 就等到二三年才做 就一直這樣塞下去 所以說呢 如果這個動議 大家討論完 可以過到的話 政府覺得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一零年年初到 可以落實這件事 所以就整個動議出來 以往就不是的 一去就去到法案委員會 所以跟大家說一聲 我很多東西都支持 除了派錢 派錢我反對 對沖獎積金我也支持 三稅分流我也支持 三稅分流我為何支持呢 我原本呢 不是說他們收開115元 為何加一加到130元 後來政府說服了我 因為他說去到他落實的時候 三條隧道加起來 已經變成130元 因為西順年年會加價 未來幾年看回過往業績 他每年會都會加5元 其實去到落實那一下 是130元 換130元 沒有說整體的負擔加多了 只不過呢 就分了去不同的隧道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呢 我是支持的 但是如果不是 由今天加上115元 一加加到130元 是壓抑車流過海呢 我就一定反對 你三百多億幾條中環繞道 跟著想少些車過海 那你真的說什麼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是支持的 當然 很多開開紅帥的人 就會覺得 哇 你支持真的加這麼多 但是說真的 你也都我聽到 我聽到有些朋友開開紅帥上班的話 我真的不介意你加多些 加多些少些車和我開 我就快點過去 又不是每個人都很反對加那麼多 是吧 因為你始終還有篩碎 是吧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我是會支持的 那裁人有沒有說到 那個政務員 是不是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到社會記憶的情況 還有就是 今年的派遁措施 是不是跟著大家 我們跟裁爺 不要談這件事 但是我所知 不用靠今天這些官方式 是官式會面的 我所知 今年的盈餘 是沒有去年這麼多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算今年的盈餘比去年多 我相信經過去年的一役 他要不就傳聞派錢 要不就不派 肯定不會局部 但是社會上 現在開始覺得 派錢 不是一個長遠持久的方法 去處理盈餘 加上我所知 他今年雖然買地收益 覺得多很多 但是似乎看他 奪下哪一年去計算 應該是印花稅又會少了 OK 因為今年你知的 那些賣樓啊 各方面 好像下半年又慢了些 所以加起來 我就覺得 根本不會派錢 而且我覺得以後都不會 他上次叫做保留 但是其實 我之前也有跟財爺說 很多時候政黨要的東西 你先想清楚 政黨要之後 你給了 給了之後 出來 其實 個個都覺得 未完善 然後又有修改 其實你順德歌程 失數二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做下去呢 我想他們聽到 香港會不會跟我們派錢 為什麼你們說我們這麼多事情要做 你只減免稅額 都會用完這些錢 用多些 免稅額要三四十萬 為什麼我不 鼓勵一下本地的人生育 而是派出去 當然我自己是做時裝的 派錢對我最有利 大家多買幾套西裝 但是我不是這樣想的 是否繼續做議員的一天都不會要求派錢 絕對不會 我們這麼多長遠的問題要解決 是不是 香港其實生一個寶寶出來 養到他 即是中學畢業 去到 例如18歲出來做一入大學 我不知道 我問那些人 嚇死人 不要說精神的負擔 只是各方面的財政的負擔 都是一個很龐大的投資 這件事其實是政府雜無龐態的 有些什麼做過呢 到現在為止 這件事一定要處理 我們將來沒有樓住 那現在填海 有棕地 有公私人合作 我們解決了土地供應的問題 對嗎 因為現在很多人反對填海 是真的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結婚 希望他去考慮生小朋友 生小朋友 是對香港一個長遠的信心的表態 這也是一件好事 OK 謝謝